主币主币 阿威主币 娱乐剪锋 娱乐消息八面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冠冠 感谢纯净经得及考验的吧 哈哈520纯净水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是的 又到周日的娱乐极先锋了 往常呢 我们都是带领大家鉴赏各种各样的演唱会 今天呢我们来换换口味 而且是一道大餐呢 这道大餐呢就是专访清华哥哥李健 说到这次的专访呢 是和他先锋记者第一次面对面唱谈 给记者的印象呢 他是一个质朴的人 财思敏捷 喜欢抱金句 这是他对视的态度 一定要精准表达情绪 回答记者问题呢 也每次都要不一样 他很担心这个先锋记者 问一些其他记者已经问过的问题 因为回答次数实在是太多 已经词穷了 需要很烧脑的想心词 对他来说智商是一种考验 还好先锋记者混进娱乐江湖多年 专业的态度让他打开了话匣子 专访过程 遇见了一位十分健谈的李健大哥 第一个聊的话题就是 新专辑首推单曲 美若黎明 娱乐极先锋和李健的机缘 源自于上周在广州的代言活动 健哥健谈风趣机智的表现 打动了现场所有的人 他的一句像矿泉水学习 炯炯的言语展现了他谦逊 质朴的品格 他认为自然纯净的状态是最难得的 而水就是自然纯净的代表 水温婉包人的属性 秘密流淌充满生机的状态 让他领悟了很多 如汐水长流就是他的处事态度 尤其在更新换代的娱乐圈 因此他的很多作品都会因水而生 如贝加尔湖畔 如新歌美若黎明 沉着你还没醒来 我已悄悄的离开 迎着第一缕风 穿过最后的无碍 黎明还没升起来 心里已经有期待 《明如黎明》其实是我看 搜老那首《瓦尔登湖》 印象很深的一句话 一个词 《明如黎明》 我想黎明给人一种希望 给人一种如初的感觉 所以其实起名的是 我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 写完一首歌之后 我一般都说最后才会起名 但我突然间想起来 这四个字 我觉得就很兴奋 我看见那梦中人 走出彩色的房间 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样 《明如黎明》是李健新专辑首推的第一首单曲 《词曲》自己一首包办 听着轻柔的旋律 威威到来的情愫 你可以感受她在创作歌曲时的一种自由 开阔的状态 她说这是她在意大利旅行时创作的 当时由于时差的关系起得特别早 习惯熬夜晚起的她突然发现 早上的阳光给了她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 很快就有了创作的灵感 于是《梅若黎明》这首歌曲就诞生了 8月4日全面上线 《梅若黎明》好评如潮 QQ音乐评分为9.9 下面播放量截止到记者写稿之时 为134.9万次视听 成事而发 8月11日李健将全面上线第六张个人专辑 名字就叫李健 因为首首歌曲都由心而生 索性就叫李健 新专辑我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名字 作为整张专辑的名字 第六张专辑就叫李健 也没有照片 只有一张画的不太像我的一张油画 但我希望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我最近的形象也很多了 我不需要再额外的照一些 别人觉得很好看很帅的照片 我喜欢做的一些不一样 而唱片呢 我会发现这些年来唱片越做越大 有人甚至都快感染黑胶唱片那么大 我还喜欢比较小巧的 没有塑料壳 完全纸壳那样的很环保的 随着此刻发行新专辑开新闻发布会 很多人都会以为这是李健大哥乘身而为的动作 乘我是歌手大热的东风乘乘追击 如果你这么想 那你就真小看我们清华理工柯南 缜密的逻辑思维了 他不是乘乘追击而是步步为营 2015年呢 其实是李健大哥发力的一年 上半年参加我是歌手 清澈温婉的声音是一鸣惊人 一股轻柔风卷走了整个观众的心啊 那下半年呢 8月推出了新专辑 这都是为9月北京 11月深圳 12月广州 举行看见李健演唱会的人气内容做的准备 清华哥才不需要借东风呢 他是早有预谋 其实我已经准备了两年多了 就是从健身啊这些 我觉得我去歌手的时候是刚刚好 就是我已经健身了两年了 然后基本上自我的一个改造差不多完成了 因为这两年我基本上花在体育上的东西时间更多 对 人们可能会发现我可能会跟以前状态会 包括形象会有一些区别 我觉得这是这两年自我管理也好 自我这个锻炼的一个结果 一场演唱会对歌手来说是体力的考验 也是作品的展示 我是歌手比赛后他没有接任何的商业活动 潜心去国外度假 自由自在的创作新歌 为演唱会做储备 其实参加我是歌手更像是李健为自己的演唱会做预演 其料自己意外收获了高人气一举两得 这让他十分感恩这个节目给他带来的跌宕起伏 因为那都投入了真感情 那如果还会要你参加歌手你还会来 我对湖南为啥还充满感激 尤其是这个节目是我2015年最重要的回忆内容 那三个月充满了很多值得以后回味的事情 里面有纠结有欢乐也有挣扎 它也像个联系剧一样每一集每一期都不一样 都让人们有观看的欲望 其实我个人觉得外界喜欢会夸大一些其次 比如说歌手之间那种争夺那种猜忌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那里充满了真诚和友爱 就是我可以至少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每次坐在自己的休息间里看前一个歌手电视里看 既紧张也欣慰 反正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比如说我跟很多人其实原来都不太熟 恰恰是因为这个节目建立起来的感情 其实是很难忘的 我觉得古诗歌手是这一届是非常成功的 后来我去美国 美国他们华人特别喜欢 很疯狂地追着看 一个这样一个电视节目能够覆盖全世界的华人 我觉得这是很厉害 真是好看 因为它里面有紧张有悬念有欢笑还有泪水 当人们比如说被淘汰的歌手 大家是真的挺难过的 当返场的时候大家又很激动 就像那些小时候班同学转学又回来 其实是那种情感 这是一个很 我是歌手让李健收获的不只是关注度 还有值得一生回忆的经历 他把这个情感也融入到自己的演唱会中 取名看见李健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听李健多年前新创作的作品 了解不同时期阶段中他的思想 用歌声带领大家感受他对人对事的认知和想法 演唱会分为四大乐章 分别是看见青春 看见爱情 看见大地 看见人生 层层递进 让观众宏伟立体的看见现在的李健 演唱会 人们总会问有什么心意 其实没什么心意 我唯一的心意就是我是醒的 因为为什么我是醒 因为我 我已经打造了自己好几年了 对 因为你的现在状态跟两年前是不一样的 是 从身体状态 从对待观众 对待媒体 你都有一个新的状态了 那就是一个新演唱会 而且你还有一些新的作品 对 演的成果是非常少的 或者说没有的 还是没有演的 我的音乐 对 我的音乐会不是像那种音乐剧的 或者说非常花哨的 基本是 基本是唱 我也不会演 只要保证 状态好就行 因为这个行业是一个 希望你永远保持一个巅峰状态的 对于演唱会上是否有嘉宾 李健表示顺其自然 第一是别人的荡气 第二是看是否合适自己当时的状态 其实不用嘉宾自己连唱三个小时也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她乐意当别人的观摩嘉宾 蔡依林北京演唱会 林肯公园演唱会 都可以看到李健的身影 她坦言 这几场演唱会 都以现场震撼的五美灯光效果 而让人印象深刻 带着学习的目的去的 对于自己的演唱会 舞台效果交由外景的专业团队去完成 符合她纯唱安静的表演方式 演唱的内容则是新歌主打老歌辅助 演唱会会唱新歌吗 对 正因为有新歌才会做演唱会 因为我不太愿意总唱老的作品 你不担心大家对新的作品不太熟悉 不担心 因为演唱会其实这样说比较容易的 因为来的人都是你的听众 对你的音乐作品非常喜欢 或者非常熟悉的 你唱什么歌曲他们都会知道 是一些很资深的一些人 所以他们更愿意听到 以前没听到过的 所以我一定要唱新的作品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 因为歌手之后的这种 大家都对你的这种认识度会增加 那么参加演唱会的人 有很多 他有很多人是冲着老歌去 对吧 对 你的那种原本的听众 人群就会扩大 对 那这一块你不考虑一下 因为还有一个 因为不仅仅 因为新歌只会唱一半 因为整场将近有三十首歌曲 毕竟还是 因为我这是第六辆唱片 已经有六十首歌了 不太可能完全唱 也不可能都照顾到 都会唱一些他们最想听到的 演唱会对于我来讲 六十首作品 可以开两个演唱会 六十多首歌 信首年来 对于即将举行的演唱会 从体能训练到内容储备 李健做了全面的准备 他就是一个喜欢妥当 调理清晰的人 在交谈中 先锋记者感受不到李健 有明星的锋芒 只有文青的文正 他有条不紊 从容不迫的性格 让极幸福的记者说话 也随着慢条思理起来了 在《我是歌手》结束之后 李健已然是 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各种代言分支他来 商业邀约也是不断 他完全不会被这些 扰乱了自己的那份宁静 选择性的出席活动 选择性的做代言 我不太喜欢接太多广告 人们在不同地方都看到你 我觉得那样也不好 有一种很爆发的感觉 我接的很少 首先就是我得认可 自己喜欢 而且他很有一定信誉 才有可能 我不希望在医院上 也看到你的照片 在汽车 机场 哪儿都能看见 动物园哪儿都能看见 我觉得那不好 像环境一样 开采的太过度 人也需要环保 保护自己 对 包括采访也是 我为什么很少接受电视的采访 比如说那种大访谈 因为很多话都谈过了 而且如果相同的问题 总是让我用不同的回答 对我的智力来讲 是特别大的一个考验 也是一种折磨 其实人不应该过分的 消耗 透支消费自己 包括自己的才能 包括那些名誉 就我觉得名誉有时候 也像一座大山一样 它可能会压得人喘不过气 所以一个人 不需要那么大的名气 如果你自身定力不够的话 你可能他会对你的生活 遭上干扰 从李健的言谈中 你就能感受到 他和其他的明星艺人不同 他的温文尔雅 是来自于新的安静 在纷繁华丽的娱乐圈 他始终坚持自我 出道15年从未改变 对于李健而言 舞台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最多也就是两个小时 生活却是漫长的 是最基本的 其实李健算是校园歌手出身 当年通过音乐特长生的选拔 在新华报送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弹的一首漂亮的古典吉他 李健被清华大学各个乐队 视为最好的合作伙伴 而清澈有穿透力的嗓音 被校合唱团发现 成为了合唱团的一员 读书 唱歌 弹琴 组成了他的大学时光 和众多学子一样 李健也经历了 毕业找工作的懵懂期 他进入了国家广电总局 成为了一名网络工程师 也兴奋地打算坚守 最后却还是被音乐征服 辞职回到了音乐圈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从哭泣中醒来 看夜风吹过窗台 你能否感受我的爱 《水木年华》组合一声有你 让他和卢庚旭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民谣歌手 音乐理念应该说是价值观的不同 他选择了单飞 李健慢慢地做自己的音乐 不用过度包装 无需无休止地走学跑场 他安静地 骄傲地做着音乐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中间 梦想着偶然能有 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 当空灵充满禅意的传奇被王妃翻唱 李健还是李健 当风吹麦浪被大街小巷传送 梁上三届春晚 李健还是李健 参加五十歌手被全国观众瞩目 李健也只是觉得刚刚好 一切悠悠地如细水流动着 这才是他喜欢的方式 因为我对自己的音乐是自信的 你有那么多自己的音乐作品 你就不需要音乐以外的东西 作以花哨的作为一个弥补 你只要保证这些作品 能够更有魅力的焕发 再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就够了 对老师被军光灯照着 是比较累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也不太把自己做成什么偶像的艺人那种 因为包袱太重 我还是希望我的作品可以抵达 很主流的市场 或者抵达人们的内心 人是处在很边缘的 我跟外界的接触 更多是我的作品 而不是我这个人 因为我不是靠 就是靠 靠脸也好 靠形象也好 直判的艺人 还是靠作品的 就是靠你的 你的作品应得尊重 因为 因为舞台跟生活还是有完全不一样 我不太喜欢把舞台那些东西带到生活当中 对 谢谢长流是我 一贯遵循的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只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记你容颜 哎 李剑呢也是这么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传奇人物 他淡淡的对待着一切的名利 静静的做自己的歌曲 累了就去旅行 在路上寻找灵感 在风景中发现故事感悟生活 然后变成一首首如诗如碎的乐章 听李剑的作品呢 他不像在是唱歌 而是在跟你娓娓道来一个故事 有人物有美景 你跟着他去看见一幅幅画面 如果不幸的话就戴上耳镜去聆听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在你的眼里 哪里春风沉醉 哪里绿草如影 月光把爱恋 灾满了湖面 灾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多少年以后 有云般游走 那病患的脚步 让我们敢牵手 这一生一世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你我 被吞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我 我 也逆流而上 一花清晰 我 也逆流而上 一花清晰 我 也逆流而上 一花清晰 我 两花清晰 刏 一花清晰 一花清晰 借 quand 溢 一清晰 趴在水中处理 没错今天晚上十点半 你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 哇哈哈520成金水 我的演唱会中南大学专场了 这是无所高效的最后一场 所以呢你千万不能错过 里面有很多的美女帅哥 火拼啊 这个音乐啊 舞台都非常非常的绚烂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依旧要回味 看见李健 明天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进一生的世界 请却不会遗忘 我信他活着 他跟我说 人要想活 就一定能活 没有 我听这双子学 感觉他 他一直在等 我